中央设计者吴哲豪台中24日电,国道3号北上约189公里处,今天发生重大车祸,一辆南架拖板车失控冲至北上车道,直接撞上一辆北上的小客车,造成小客车内一男死亡,令一女子及小女因送医不治,拖板车驾驶受伤,台中市消防局指出一辆载满刚才的拖板车,今天下午30余, 新京国道3号南下189公里龙井路断石,因不明原因失控穿越国道分隔岛,逆向直接撞上一辆北上的小客车,多人受控车内,台中市消防局真化现消防局分别火爆,立即出动一辆消防车以及四辆救护车前往救援,台中消防局表示,消防队员到场后破坏小客车的车体, 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明显死亡,另外还有一名婴儿及一名女子,女婴头颅破裂,女子已无生命迹象,送台中杀戮光田医院急救,医院人员指出,女婴到院时无呼吸心跳,脑部外伤严重,颅骨破裂,明显死亡,女子到院时无呼吸心跳,经急救无效,宣告死亡,1061024。 感谢